277 大公報 開發智能網絡爬蟲技術定位商情港科大才女心掘數據商機 2015年7月27日中國新聞A 14科技人才北上之三黃一梅在大數據時代 數據成為重要的商業資源 雲藏光 J 亮姬如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 專攻數據或掘與分析的黃恩 雲在2010年放棄優口的留校工作條件 偽然到深圳創業 他在深港產學研基地率隊完成的互聯網高端商情畫掘及服務平台 能夠為企業提供更準確的商情數據參考 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文、大公報記者 黃一梅數據畫掘是比一般的訊息檢查複雜得多的技術 也是目前人工智能和數據副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 高度自動化地分析企業關聯的海量數據 做出歸納性的推理 從中畫掘出潛在的模式 幫助決策者調整市場策量 減少風險 做出正確的決策 黃欣稱 從垂直領域入手 將隱藏在海量數據中的商情提供給用戶 未來將視一片藍海 目前擔任深港產學研基地語音搜索及應用工程實驗室主任的黃欣解釋 不同於通用性搜索引擎 它帶領的科研團隊開發出的自主知識產權的智能網絡爬蟲技術 可以在十五分鐘內採集萬餘個重點媒體、論壇、博客、微博等網站中的企業相關訊息 比如說你們報社做一個如情的採集 新聞的來源集亂 許多還是轉載的 狠難快速疏離出脈絡 黃欣解釋說 我們研發的技術就像蜘蛛的手 將覆蓋所有新聞訊息先快速爬下來 放在數據庫裏 然後歸類 如財經、時政、知福 你用排寵算法 把不同網站轉載的新聞 放在一個話題裡 最後進行溯源 一個新聞源頭在哪裏 是如何發酵的 全部被疏離出來 數據分析應用到股市應用智能網絡爬蟲技術開發的互聯網高段商情 或掘及服務平台獲得了2013年深圳市科技進部獎 社會公益類 一等獎和2014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獎 黃欣說 該平台可以快速準確地對信息進行採集、清洗、乃至分類、聚類 還能對用戶定制的關鍵詞所關聯的敏感信息進行報警 提醒工作人員對敏感信息進行進一步的處理 據悉 該平台目前已經應用到深圳報業集團 深圳證券信息有限公司等相關系統中 集成了自然語言理解技術和文本和骨技術 實現了高端商情的自動發現 黃欣稱 該數據畫骨在機器學集算法中融合了 要與以理解 通過與關鍵詞的強相關和約相關等關係 保證任何與關鍵詞相關的信息都不會被忽略或遺漏 比如在對企業高管的信息畫骨中 就會被開同名同姓的不相關人士 同時收集到與高管關係密切人士與合作夥伴的信息 藉在互聯網高端商情畫骨及服務平台 黃欣團隊開發的新股風向標網站 是內地首共面向以上市企業的商情畫骨服務網站 其一元件不久前已在安卓市場上線 數據內容覆蓋了近900家以上市企業 可以實現從初審度過會上市這一敏感時期全天24小時 覆蓋多種信息來源的輿程監控 我們將所有消息爬下來並進行系統化處理 在後台造成一個公司的連接 股民打開一幕了然 黃欣說 網站為股民買賣股票提供科學 準確的事實 不及觀點 抓準市場小企業衍生手黃欣說 如今做數據滑掘 必然會碰到白道 阿里巴巴 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巨頭 小企業在廣道上與之競爭不力 運氣好的被收購 運氣不好被幹掉 而另一方面 黃欣認為 像白道 騰訊這樣的大公司已有了穩定的基因序列 因此即使有資源上的優勢也不能佔有整個市場 造垂直領域數據滑掘的中小企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若兼顧技術與高度管理思維 找到更好的細分市場 再提供優質的差異化服務商 小企業比大企業顯得更加矯健 靈活 有生氣 有競爭 充滿挑戰和機遇 未來五年會出現領頭洋帶領行業發展 黃欣預測說 深提升科創能力措施完善財政投入增長機制 科技投入增幅高於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支持 境外機構在深設立研發機構 最高可獲市科研資金一千萬元人民幣之助 支持在深圳創辦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企業支持高下和科研機構 建立《速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 推行政府獎勵、創業投資、企業枯化氣商結合的扶持模式 實現技術與資本有效對接、帶公布整理